DX2012 ICT P1A MC第39题 这题有53%效生的答案 这题当年问关于Internet Support Learning Program 在2011年 即是距离现在是11年前的 政府训练的Program 我上网再查回 在Ojo Run的 即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去推行 中文名叫上网学习支援计划 这题就问究竟这些计划 是address一个什么的issue 即是一个社会的现象 E-learning 电子学习 Digital Divide 数码格核 E-government 电子政府 还是Web 2.0 这里我们逐个解解一个答案 比如E-learning 电子学习 即是什么来的 举例现在我们经常上网课 在Zoom里面学习 这个是用科技帮助我们学习 比如Zoom 网课就是e-learning一种的形式 B Digital Divide 数码格核 因为互联网发展很快 即是你上到网就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但是有些人是上不到网的 就是家里没有WiFi 或者没有WiFi弹 甚至乎没有手机 所以没得上网的人 他的光景很可怜 因为他的落差和有得上网的人 是距离越来越大的 他们肯定在学习过程里面 就会输在气泡线 这个现象 我们叫做Digital Divide C E-government 电子政府是什么来的 就是说 本来传统政府服务 很多时候都是要透过面对面见面 才能够 比如市民拿到一些服务 但现在有些服务 可以在网上进行 最简单 如一些新试表格 以前要面对面拿的 现在可以用上网的方法 去下载一个PDF的表格 去填了它 或者预约打疫苗 这些都是用地址方法 去得到一些政府的服务 另外 Web 2.0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那个网站发展的趋势 即是当年 那个网站的内容 就不是那个 制造网站的人 去提供的 而是用这个网站的人 去提供的 就是content 是由那个user 去建立的 最简单 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基本上都是 建基于web 2.0的 模式 例如YouTube的影片 基本上是用YouTube的人 去提供的 不是建立YouTube平台的人提供 所以说web 2.0 就代表一个 user create content的一个年代 所以回到这个 Internet support learning program 上网学习支援计划 究竟是 关注着哪个issue呢 说明政府支援某些人 的学习 说明是上网学习 说明为协助低收入家庭学生在家 上网学习 这个计划 向这些合资家庭 发放上网津贴 让他们使用上网的费用津贴 在家里可以上网学习 即得到这个机会 这个和制作内容无关 一定不是D 可能提供了一些 e government 不过都不是主要 它的concern 电子政府 A 好像有关系 对的 用科技学习 但是更加核心的 就是 B Digital device 数码格核 因为这个计划 说明是 协助低收入家庭 学生在家 上网学习 即他们家 付不起钱上网 或者没有电脑 或者没有手机 减低这些家庭里面的学生 他们落后于其他 可以上网学习 或者我们说 减低数码格核 小庭说 原来当年这个计划 是由两个机构 提供服务的 就是 香港小龙群职会 和有机上网 我自己本人都认识 这两个机构的人 当年他们都很给 功夫去推动这个计划 而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在2012年 我自己本人都参与了很多 学界的e-learning的计划 想不到这题MC 就换起当年10年前 小小我自己的回忆 好无论如何 最后答案是 Be the boy